我们来看一下这 这边有很多的人 据说是在美国的德州 边境上涌进来的那些人 涌进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 这个很多人 这个是德州 德州边境上进来的人 边境上进来那么多人了 一个国家 国家最基本的就是应该有边境 边境也是祖传的象征 你看一个国家都 一个国家都搜不住的话 那到底有什么原因 美国边境这个样子 我这个时候看到那个飞机 哇就炸弹了 就炸弹了 轰轰在 在人家在阶列的战争当中 在阶列的战争当中 这是常规战争 在常规战争的时候 现在美国要采用 非常常规的方法 研制原子弹 然后1945年的7月16号 世报成功 8月6号和8月9号就投入了战争 然后放水 我让我在地区上漂了好几圈 世界各地都死了不少人了 都死了不少人了 赚了好几圈了 赚了好几圈 几圈里过去了 现在那些亡人不几人 现在的人呢 去淘汰去了 去淘汰去了 都寄戒到那个地方去 大家都往那个地方寄戒 大家都往那个地方寄戒 都往原子弹的爆炸 炸弹 曾经研制原子弹的地方去寄戒 现在人呢 读戒到边境也寄戒到的程度 没想到这也是因果报应了 这也是因果报应了 原来 现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以后 原子弹爆炸以后 其实才读戒到的人 放水生污染 不光是爆炸当时 还有放水生污染漂 这是1945年 施暴的时刻 7月16号 施暴的时刻 四后五人上了 才将放水生污染漂出去 还是人上网了 然后又扔到了日本 所以 然后漂上了全世界 放水生污染我 所以现在 亡人也不计在这些人身上 部队的地方 既淘汰 既淘汰 还是一个因果报应 还是一个因果报应 明白了 如果美国人 针对原子弹爆炸 世界不忏悔道歉的话 这个边境守不住 那个动力守不住 就用 把那个 原子弹爆炸的事情 结交掉了 那个边境 才能生死做 知道了 谢谢 好 谢谢